前世,萧夺是我驸马,我却不是他的心上人,我住他金鸾垫上红袍加深,扶摇直上,可我怀他三月时,才发现他背着我在外头养着心上人,重来一世,再睁眼,我正要与萧夺拜堂成亲,我掀了盖头,将修书扔在地上,让他滚,他跪在公主府不肯走,一向清冷自持的人,双目赤红地将我的心宠推倒在地,心宠眼尾泛红,可怜兮兮地拽着我的袖子,公主姐姐,不关钱驸马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 夫妻对拜,请公主,夫妻对拜,怎么回事,公主怎么一动不动了,出什么事了,听着众人稀稀素素的声音,我猛地惊醒,睁开眼,入目是一片红,我低头看着红色的袖鞋,红色的衣裙,还未从落水的惊恐中回过魂来,我记得,我带着侍卫是想去看看那女子是何人,到了那金屋藏郊的院落,我并无意与她争执,她却跪在地上,哭得若无助,一边跪一边求我放过她,说她与消夺才是有情人,我看得无趣,便想离去, 却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突然滚出来一个肉球,一旁的侍卫来不及反应,那肉球便生生将我撞进了一旁的池中,入了水,我隐约听到那个肉球大喊大叫的声音,坏女人,叫你欺负我阿娘,去死去死,你跟你肚子里的都是坏东西,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抢走我爹爹,晚晚,一只修长白皙的手伸了过来,附在我牵着大红绸花的手背上,怎么不败了,磕过这个头,我们就是夫妻了,你不是等这一刻等了许久吗,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我浑身胆寒, 前世被他恶心背叛的种种浮上心头,我竟不知何故又回来了,回到了一切还未开始的时刻,既如此,我怎么可能与他在做夫妻,拜堂,我将盖头掀掉,扔了手中的绸花,大庆的长公主,从不是温顺良和之辈,她受尽宠爱,向来肆意妄为,只是在爱上消夺时,装作了贤良淑德的模样,我示意唱礼的上书大人退到一旁,自顾自得坐在高堂之上,嚣张又狂妄,这婚不成了,嬷嬷,将人都散出去,哎,奴婢这就去,其嬷� 嬷嬷是从小招过我长大的,一听见这话,脸上的笑都藏不住,萧夺脸色煞白,捏着红绸的手指发白,抿着唇,婉婉,你这是做什么,我细细打量着她,在一片红色繁华中,萧夺就像快不染尘埃的美誉,纯洁致敬的君子身,人人称颂的状元郎,可谁能想到,这个日日,在我身侧说着,一生一世不负轻的人,日日盼着,与我举案其眉共白手的人, 能将心和身都掰成了两半,我乃大庆唯一的公主,我皇兄是当今圣上,消夺她哪怕再是为人都配不上我,我又怎会稀罕她那颗装了旁人的心,和她那副已经肮脏了的身子,我在山中捡到她的那日,她衣裳满是泥土,却身姿鼻挺,脏污的面容难掩清俊美丽,可像她这样苦苦挣扎于仕途的寒门世子,这大街上一抓一大把,为何我独独倾心于她,一眼望去便是七年的时光,我想起初见她那日,她握在手中的玉佩,我淡笑, 她说道,肖大人,你今日同我成婚,洞房花烛之夜,你的心上人和孩子如何安置,消度抬眼看我,眼底都是惊慌失措,唇半颤动着,面色煞白,公主,在说什么,我的心上人只有公主啊,我冷笑了一声,简直就像笑话一般,我究竟如何看上这样的人,我大概真是前世脑子被驻有虎了,我按照前世的记忆,清楚无比地将那女子的样貌和住所依依盗来,男儿膝下有黄金,她上月在金鸾殿上跪的是我皇兄,今日,她神魂俱乱, 跪着向我而来,晚晚,不是的,不是我的心上人,我只喜欢你,我不喜欢她的,你相信我,你信我,她用冰冷的指尖紧紧握着我的手,双目泛红的哀求着,你别不要我,我们拜过堂的,我是你的夫君,夫君,我垂眼看她,笑了出来,笑着笑着,眼泪一滴滴落下,她慌乱的手足误错,晚晚,别这样,你别这样,我错了,我错了,错了,这桩婚事从一开始便是错的, 我至今才想明白过往那些,被我忽视掉的事,我想起,前世大婚的第二日,她一大早便不在府中,等到了晚间回来时,身上带着南城郊外的海棠花香味,我那时问她去了何处,她闭开我的眼睛,又回看了过来,她说,为我去摘了海棠花,想要亲手给我做糕点, 那时,身旁的丫鬟斗眼,驸马与公主果真恩爱,让人艳羡极了,可我后来才知,她同我洞房花竹时,她养在外头的心上人,在房中挂了白铃,什么春海棠,什么糕点,她第二日不过是敢去抚慰她的心上人,同她说一句,与公主成婚,不过全一致计罢了,我抬起脚,踹在她的心口处,一脚将她踹倒在地,见她捂着心口蜷缩在地,我面色冷淡,如堪死雾,许是看到我的眼神,她挣扎着爬了起来,卑微地握住我的袖� 就写,哽咽着,你打我,踢我,杀了我,都行,都行,只求求你,别不要我,公主,我看着厌烦至极,从前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这般没有担当的男人,Z,肖大人,不知你有心上人,本宫也有,本宫同你成亲,不过是为了弃心上人罢了,不然,你以为本宫如何看得上你,肖朵想到了什么,摇头道,我不信,公主与我这七年时间的感情,人人皆知,倘若你真有什么心上人,她如何按那得住,公主,您别骗我, 成吗,我勾唇一笑,看向不远处,本宫有没有心上人,首辅大人,你说呢,听到我这话,坐在下手位上的男人,捏着茶杯的手指一顿,抬起一双桃花半世的眼眸,慢悠悠地朝我看了过来,我可看得清楚,其嬷嬷将宾客散走时,他像尊大佛似的是一动不动,旁若无人地坐那儿看了半天热闹,我皇兄因为不满我嫁给消夺,气到连我大婚都未出席,首辅沈云义与他从小一同长大,按理来说也不会出现在这里才对,我从小与他一同长大, 他不对付,这次让他在一旁看了这半天笑话,总要拉他垫后,他目光看过来,不甚惊异的一眼,金贵与清冷浑然天成,宛如雪后松竹,我有些不自然地想着,沈云义何时变得这般好看啊,我下意识挺直几倍,壮丝无味地回视了过去,沈云义触及到我的目光,眼神顿住,笑容一丝一丝抽开,缓缓道,嗯,我们家公主确实是有一个心上人的,爱而不得,思之成狂,我周没看向她,能不能编写对我有利的,你自己听听, 这话听起来像你家公主很厉害的样子嘛,我看向消夺,你如果识相点,就带着你的心上人离开京城远远的,否则,哪日被我碰见,我保不齐会做出什么,我脱下了左右手做工劣质的金镯,在一身精致名贵的事物中,这是浑身上下与我最不相配的物件,公主怎能戴这般粗劣的首饰,只因这是她一边应试,一边给人写书,与人卖话积攒来的,我将金镯置在地面,一阵叮铃响后,镯子像无法回头的流水一般滚了出去,我扔下一句, 滚吧,第二日,长公主退了新晋状元狼的婚,这一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婢女荷叶拿着木书,激动的脸扯了我两把头发,我叹了口气,荷叶啊,你再扯下去,本宫的头要秃了,本宫嫁不出去你就这么高兴,她凑到我跟前,才不是呢,是因为公主没有嫁给消夺,奴婢才高兴的,公主是上经数一数二的美人,身份也是万人至上的尊贵,这天下,只有公主喜不喜欢想不想嫁,没有公主嫁不出去一说,我摸了摸她的头,毛绒人, 毛绒的手感极好,想到齐嬷嬷嬷对消夺也是这般态度,在想到我皇兄之小,我要嫁给消夺时,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哪怕消夺是金榜提名,文采出众,有志士之才能的状元狼,皇兄都不愿我嫁她,原来,在情爱之事上,你至亲之人,往往能比你看得更清楚,连你至亲之人都极力反对,不同意你嫁的人,那必然是不能嫁的,否则最后吃苦的,只会是你自己,消夺曾救了我一命,那七年的扶持和相助,便当我还他的,从今后, 我与她便两不相欠了,御竹门帘被掀起,府里的婢女走了进来,公主,皇上命人送了,送了人过来,说是恭贺,恭贺,公主迷途知返,我俯在并边的手一顿,有些不大好的预感,什么人,婢女大声道,回公主,一个好漂亮的男宠,我虽然是大庆的长公主,但我也没有那些爱养面手男宠的习惯 我还记得,我皇兄登基后,许是天下太平,正式开明,他为了气死消夺,连夜给我送了十几个男宠,从年轻貌美的,到恐无有力的,全是十几岁的少年郎,七年过去了 皇兄他,还是这么喜欢送我男宠,幸好他这次只送了一个,不然我如何吃得消 可这个念头在看见那位男宠时,便消散得无影无踪,他原背对着我,长身玉立,身上披了一件鸭青色薄袍,漠黑的发丝垂在身后,转过身来,我看清了那张脸,唇角微钩,眉眼四恋眼光滑,长节微微垂下 剔透冰雪般的面旁,美到令人心惊,无外乎能用到宠这一字,这样的角色,真实适合金屋藏娇,可我纵横上京多年,从未听过,有这般美丽的男子 皇兄这又是哪里挖出来的美人,公主,他走近我,微微起唇,我浑身一颤,这声音为何听着有些耳熟,许是听差了 我问他,你是自愿的,若是我皇兄用什么手段逼迫他,那这强扭的瓜也不甜,何苦吃,他朝我走来的脚步一顿,问,自愿的便能留在公主府 我原本是想着让他打哪来回哪去的,但看着他光彩奕奕的眸子,下意识地点头,自然是,可以 他近了我身侧,衣裳宽大,与我站在一处,像是将我拢在怀里一般,这男虫胆子,尾时大了点 丝毫没有念见公主时该有的谦卑,不过,我仰头看了看他那张异常美丽的脸 心想,美人就该有特殊待遇,他低头,温热的气息洒在我耳旁,那边,求之不得,我会好好伺候公主的 我直直地望进他的眼眸中,忽然意识到,他这双眼镜同沈云逸长得十分相像 晚晚,你同他在做什么,我闻声望去,身后的男人已经自觉地后退了一步,与我隔开距离 但是他阴阳怪气的声音,倒是一刻不歇,原来姐姐府中竟还养着其他男人 早知有他在,我便不来了,我的心已经不自觉地偏向更为美丽的事物了 下意识反驳,没养,就打算养你一个,消夺捏着大秀的指尖发白 唯一一次僭越大胆地冲了过来,抓住我的手腕,将我拉扯在身后 他用力地抓着我,身躯颤抖不止,对着我的男宠便开口,滚 谁让你来这的,谁允许你碰我的婉婉,消夺,我正脱手,怒斥她 我冷冷地看着她,你为何还在这里,谁允许你还在公主府出入的 我,婉婉,闭嘴,谁允许你直呼公主明慧 她垂下眼,语气万般不甘,是她,对不对,因为她,你才不要我的 是不是,我气急返笑,一时之间,竟不知说什么好,滚吧 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漂亮的男人在我话头后,接了句,长得丑,就别出来碍眼 吓到我们家公主了,消夺后退了两步,穿唐风吹过她的衣摆 她垂在身侧的手,一点一点地钻紧,她用布满红丝的眼眸,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其公主这般厌恶我,那我走,便是,说完,她垂着头,转过身去,一步步走出中堂 这时,漂亮的男人又开口,喂,等一下,你这里有个 她一边走向消夺,一边朝她伸手 在我的视线中,我只看到消夺用力地向后挥了一下大袖 朝她走去的男人,便被她一把推倒在地 你做什么,我提着裙摆,蹲在地上扶着那人 有些怒气冲冲地质问消夺 不是,我没有,消夺红着眼看向我 漂亮男人拉着我的手,哭得美丽非凡 姐姐,不关前驸马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你别怪她 她甚至将前驸马三个字,重重地咬在口中 消夺用手指着她,满脸难以置信,咬牙切齿道 你,我明明没有推你,你为何撒谎 姐姐,我怕,我没见过这么可怕的男人 她人高马大的,却像兔子般缩在我身前 我拍了拍她的后背,一边安抚着 一边让人将消夺拉了出去,听你安静下来后 我这才仔细看着她的眼睛,你叫什么名字 我问道,叫阿七,阿七 我叮嘱道,你胆子这般小 以后除了公主府,哪里都别去,知道吗 她力气大得很,一把将我从地上抱起 放在了椅子上,而后问,为何 我突然发现,你这双眼睛同沈云翼 就是当今首府长得太像了 倘若被她看到,她要挖你的眼睛 我可是拦不住的 她那人最是小肚鸡肠,吃得用的穿得从不与旁人一样 倘若与旁人撞了,她宁愿烧了都不愿用 若是让她知晓,这世上有人眼睛长得同她一般 只怕我也护不住你 她性子冷,杀人也不眨眼的 比刚刚那人可怕多了 阿七用指节敲了敲,椅子扶手 低难道,原来,你是这般想她的 你说什么,我说,听你的,闹了这两日 我都未曾入宫看过皇兄 前世,因她在我大婚那日 未来观礼,我便与她赌气了很长时间 她很不喜消夺 但见我那般痴迷于她,也无可奈何 曾明言我若要嫁她 那就彻底让她觉了上朝的心 自古来,当选驸马之人 多半都难以在仕途上走得太远 可因我,消夺在这一世上成为例外 现在想来,皇兄说的是对的 我到御书房时,她正一手撑在楼上 一手拿着朱砂笔散漫地披着奏折 日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打了进来 照在帝王身上 哪怕她这般漫不经心地坐着 也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和威严 看到她,才仿佛觉得前世道今生 我像个走错路的孩子 在迷途中又找回了回家的路一般 皇兄,我站在不远处望着她 眨了眨眼,眼泪落在地上 她拿着笔的手一顿 朝我看了过来 同我七八分相似的眉眼染上一层阴霾 自己走过来,她沉声道 我慢吞吞地移了过去 脱了鞋,隔着书岸 与她面对面坐着 哭什么,朱砂笔带着木质箱 在我眼瞼下轻轻滑着 慢慢逝去我的泪珠 我嘟囔着 没什么,就是想你了 总管太监端上来一碗莲藕汤 笑着道 公主,陛下果真没猜错 早早就让运输房背下这趟 只说您今日会来 您快趁热尝尝 奏折在她手上一本一本地过 她倒是头也不抬了 只量量道 正给你送的男宠 还算满意 我搅着手中的汤 点头 还不错 她翻奏折的手停了下 抬眼看向我 几年前给你送的 你不是都退了回来 这次为何不退 我老是回答 她一人可顶那十几人 皇兄似乎有些不开心 可这人不是她给我送的吗 抛开这个问题 我问她 皇兄 本朝律法 对男子不忠有什么惩罚吗 譬如 男子可有进珠笼一说 她道 没有 我叹了口气 这是道果然对男子更多宽容 对女子更多苛责 下一秒 她话音一转 看向我 今日起 可以有 她考虑了下 消毒毕竟是正亲点的状元狼 朕不介意让她来宫中进珠笼 究竟在哪里进珠笼 我们还未商量出结果 外头太监来报 首府大人来了 沈云一穿着长服 一身淡蓝色的长袍 袍袖处绣着朵朵精致的寒眉 染了几分清冷之色 她垂手见了礼 立在殿中 皇兄问她 你今日休目 突然来此 有何事 沈云一目光似是瞥向我这处 我下意识地开口 皇兄 你与沈大人有要事相伤 我便先退下了 她不大在意 不用 你坐着 C 沈云一这才说 前几日圣上 让我查得青州一案 有了些头绪 皇兄放下笔 微微坐至身子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沈云一抖了抖袖口 翻出几张纸来 往上乘 我飞眼看了一下 上头画了好几个乱七八糟的人 他们二人的意识 显得有些无趣 我待了大半会儿就有点累 正想偷偷退下时 沈云一突然开了口 公主 听闻公主话迹了得 不知公主可否驻下官将人犯话出来 我了愣了下 点了点头道 自然可以 能为国师出典礼 求之不得 沈云一朝我皇兄行礼 皇上 奈臣便斗胆妖公主入大理寺一趟了 皇兄文言 抬了抬眼眸 手上的扳指轮动得快了些 半上 才抬了抬手 从御书房往左走一段路 过了轩用门 在走数百米 有条南北走向的大街 三坪以上大臣平日里出宫 若是不从官道走 便可从这处出宫 宁辉殿在这街的西侧 左通殿中省和六上局域厨房 我与沈云一走到这处时 宫内禁卫戒备森严 严禁行人通过 禁卫军见到我二人 行了礼 让来往的宫人避让 我看了眼天色 眼下正进了晚山的时刻 十几个身穿紫衣 戴着扶头巾的内饰 各托着盖有龙纹黄布的盒子 列队前行着 脚下 沈云一轻声提醒道 然而 我已经一脚踩进了 掀了一半砖块的坑中 我提着裙子拔出脚 有些泄愤地踢了那半块砖 宫内的人是不是偷懒了 这么大一个坑都没人填上 若是被皇兄指导 少不了一顿责罚 夕阳日头设在红砖墙上 霞红色的光 又映到了 他清俊的眉眼上 落日于灰中 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公主年幼时曾嘱托过 不许将这处砖块填上 想来圣上也记得 所以一直留着 年幼时 我两手扣在袖子中 慢慢往前走时 我突然记了起来 若是论情分 我与沈云一应当也算青梅竹马才是 年幼时 我无数次走过这处坑 都是沈云一在一旁 奶声奶气地提醒着 脚下 晚晚公主 小心脚下 晚晚公主 你走外边 年幼时 我与皇兄最喜欢的 便是在宵进门卫壁时 从这条道上偷溜出去 与等在墙门下的沈云一会合 去看东华门北长街的夜市美景 他们二人一个脾气不好 对谁都冷言冷语 一个脾气倒是好 对谁都好生好气 就是瞧着对谁都差不多的好 才更让人厌烦 YZ 小时候 我记得他穿的衣裳 都是府上下人缝制的 但他生的特别好看 沈云一小时生的极为好看 穿的再破 都掩盖不了他天人般的容貌 这样一想 我又有些疑惑 又看了他一眼 皱着眉回头思考 倒也并非觉着沈云一如今的样貌不好 他这样冒放在经中 也是人人称赞 貌若攀安 只是与他又是比起 确实差了几分 或许是长歪了吧 我想着 闲着无事 我与他闲聊 沈大人 听闻你未婚妻前不久病逝 节哀 沈云一愣了下 好像在回想些什么 半赏才道 多谢公主 听闻公主 什么 听闻公主气了前驸马后 又得了新男宠 恭喜 这前驸马三字咬的重音 怎么听人那么耳熟 我问 你打哪听闻的 沈云一将当今那尊大佛推了出来 圣上说的 我警告他 他是我府中的人 你别想打他主意 我也忘了从何时起 沈云一就开始与我不对付 凡是与我有瓜葛的男子 都会被他摧残一番 几年前 皇兄送我的那十几个男宠 我才看看见了一面 在见识 原本十几个面容英俊可人的少年 个个顶着一脸猪头像 哭诉着 自己被那时还是玉食的沈云一狠打了一顿 就连跟着我七年的消夺 也没逃过一顿打 身为尊贵无比的公主 连男宠都护不住 我在惊上的脸丢大发了 我找沈云一理论时 他反而有理极了 云淡风轻 身姿轻雅 一条一条地细数着那些男人的不足 声称他们配不上当朝公主 实属有辱皇家颜面 听到我的警告 沈云一嘴角不可查地弯看一下 消失得很快 他一边往前走一边问 公主 很喜欢他 我想着阿七那好看到令人失魂的容貌 美人谁不喜欢 于是我无所谓地点点头 喜欢啊 公主 喜欢他什么 我又想到阿七那夫妹是烟行 身姿轻浮的模样 够骚 够妹 够美 热闹的长街 有一瞬间的安静 我张了张口 一时间哑然无语 我是说 他具备了一个男宠该有的所有品质 我很难不喜欢 YC 耳旁听的沈云一轻哼了一声 我瞥了一眼他的神色 阴沉沉的倒也看不大清 一时有些苦恼 他会不会觉得 我是一个浪荡玩力不堪的公主 他像是不能理解 过了会儿 看着近在眼前的东华门 转头看向我 眼神有一瞬间的疑惑 公主 你既能喜欢消夺那样的君子容貌 和雅正身姿 亦能喜爱男宠那样的风流浮媚之态 公主你 究竟喜欢什么样的 他后头的话说得轻 我也当做没听见 继续往前走 我喜欢什么样的 我可不愿回想起 我十五岁那年 一腔热血的心意 被人拒之千里的眉脸事件 或许 沈云一早就忘了 我当年 穿了经中最实心的一群 输了最实心的发誓 攀过了神府后院的高墙 才见到他 云一哥哥 我过了生辰了 你说过了十五岁生辰 不要向我父皇提亲的 不过我父皇没了 我还有皇兄 你能向我皇兄去提亲吗 当时的沈云一 也才堪探十六岁 十六的少年郎青瘦俊郎 只是面色有些苍白 他仰着头看了我好久 张树叶片中的重重光影 落在他脸上 像是泛着波光涟漪 殿下 抱歉 我有 未婚妻 我有心上人 我不能向你提亲 为着那一场自作多情 我哭了好几日 我可是大庆唯一的嫡公主 我皇兄是当今圣上 我想要什么男子得不到 既然他不喜欢我 那我自去喜欢旁人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为青州暗化人犯的事 这一日到底没做成 我坐着沈云一的马车 不知何故到了东街坊 到那时 马车停在了西巷口 我先开帘子 沈云一转过头来 轻声道 公主 陈曾允认诺过您 什么 我皱着眉 还未来得及问 下一瞬 永安楼身后的夜空 站出了大片的烟火 璀璨耀眼的火花 洒向高檐屋顶 也洒在了沈云一月白的长山上 行人驻足观看 人间盛世喜乐不过如此 砰砰砰 一朵一朵直冲而上的烟花 像砸在人的心头上一样 我看了看沈云一的背影 又想想索架飞人的前世 赶紧晃晃脑袋 公主俯入了夜灯火通明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 除了皇家吉日和重大的节庆之外 京城里一般不允许随意放烟火 今晚这永安楼 怎得好好地放上了烟火 再联想到 往公主府的路 原本不需要经过永安楼的 是沈云一半道上 突然说要去买糕点 才拐了个弯 不会是 我撑着下河 望着窗外的月亮 又晃晃脑袋 算了 我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婢女服侍过后 一次退了下去 我正要就寝食 河叶突然神秘兮兮的猫了进来 公主 奴婢有事禀报 什么事 嗯 那个 阿七已经洗干净了 奴婢让人将她送入了片店里 公主今夜要宠幸她吗 本 本公主何时说过要宠 宠幸她 奴婢们以为公主将人留下 想必是极喜欢的 今夜是阿七入府的第三日了 奴婢听说 要是男宠入府三日 还不被主子宠幸 那说出去在男宠界 可是要丢死人的 你哪听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想起阿七的美貌 左思右想 一个男宠而已 又不是要当驸马 大不了就养在府里 也不缺她一口饭吃 可嗨嗨 她 那个 她人在哪 我去看一眼 就看一眼 我提着裙子到了片店 也不知是谁恶趣味 将店内布置的花里胡哨 一层又一层的白纱飘来飘去 层层叠叠的白纱 像云朵般迷幻 荷叶指了指最里头 阿七藏在白纱的最后一层 荷叶退了出去 我像个色欲熏心的 昏君在抓美人一样 两只手在白纱里不停地扑腾 直到掀开最后一层 实在是 实在是有伤风化 貌美的男人 散着一头墨色长发 发尾还微微若失 月白色丝绸琴衣 松松垮垮地系在身上 露出几分机里分明的胸膛 她抬头仰望着我 眼尾泛着红 长洁微颤 白玉般的面庞如雪山如玉瓷 我虽然作为大庆最尊贵的长公主 活了两世 但皇兄对我管得极眼 整整两世还未有人 这般色香味俱全地勾引我 我咽了咽口水 阿七呀 她突然站起身 高大的身影将我笼罩住 而后低垂着眼 轻轻地拢了拢衣裳 俨然一副良家夫男的样 公主 喜欢阿七的身子吗 你问得这么直白 真的好吗 但我脑子被冲得有些头昏 神又班地点点头 可是 阿七不是随便的男子 公主你要了阿七 能娶阿七吗 我脑子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连忙摇头 我这辈子不娶驸马的 你要是愿意 就待在公主府上 这辈子 本公主总不会亏待你 阿七紧抿着唇 神色看起来难过极了 我有些爱莫能助地摸了摸后颈 心下叹了口气 看来这男宠也不能随便睡 睡了还得娶人家 可是很奇怪 我不是公主吗 一个小小的男宠而已 凭什么跟我讨价还价 我再次抬头打亮了她几眼 只能安慰自己 或许美人就该是这样 这一打亮不要紧 看着她深潭般的墨色瞳孔 我脑中突然闪过前世 关于沈云易的几个画面 我抓住阿七的手 问道 今日是什么时候 问得莫名其妙 她却能自然地打到 6月27日 我脑中警铃大作 转身就往外跑 公主 你去哪 我去趟神府 你先歇着 不必等我 前世自从15岁那年 与沈云易决裂后 我与她几乎再也没有交集过 也因此 我对她前世发生的事情 并不关心 可我方才 看着阿七眼睛的那一刻 突然便想起了 前世时做了一个梦 在那梦里 沈云易被压在了 无数碎事堆下 抬起一双眼 轻生地换我晚晚 那已经是我嫁给 消夺的几年后了 当天夜里惊醒 只觉得奇怪 为何会梦到她 没成想 没过多久 便有传闻说 沈云易奉旨去西南震灾 却被山体洪流压倒 命是救了回来 只是双腿残废 形同废人 现在想来 她那样好强的一个人 半生形同废人 该有多难受 竟然有这个机缘 就算是朋友一场 我也应当救她 沈云易的府上 我一次也未来过 15岁前我去找她时 都是去的 以前那一旧神府 后来我皇兄夺位成功 沈云易作为最大的功臣 被特许自立门户 我的侍卫 刚要对门口的府钉 报上名 其中一个府钉 看见公主府的马车 一溜烟的就跑回去报信 没过多会儿 沈云易身边的 贴身侍卫出来隐忍 我记得她身边有两个侍卫 这个是嘴比较碎的 但是这位免太碎了 在她带我绕过 三个亭子四条河 如蜀家真的一一介绍过后 我开了口 沈云易呢 我见她有要事 你再这么搪塞我 我治你的罪 公主饶命 大人 大人她方才已经就寝 得知公主来了 还需好好整一下衣冠 才好面见公主 我懂 闻人君子都是要脸面的 须得端正衣冠 谨慎恭敬 不能有一次差错 不过 我看着急匆匆赶来的沈云易 虽衣衫寄带乱成一团 但神色姿态 无异不是端方雅正 脸上带着温润的笑意 我问她 沈云易 你今日是不是要去西南 她看着我 明日启程 这么快 我藏在袖子里的手握紧了 有些焦急地抹着 前世时 我后来刻意与她断了所有牵连 以至于 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是具体在何时何地 因何故受的伤 C 沈云易的嗓音有些微喘 公主 是有什么事需要沉吗 我定了定神 斟酌着开口 皇兄 说西南之地土石松软 洪水泛滥后 急易导致山体滑落 特地让我嘱咐你一声 切记行路或驾车 不要过山脚而行 尤其是雨下的吉时 万万不可出行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说的你可都记住了 她垂下眼 点头道 记住了 我看着她莫名晦暗的眼神 有些磕磕绊绊地道 那 那我先回去了 她却突然叫住我 公主 若是臣 这次能平安归京 可否向公主求一事 只要本宫能做到 她从身上摸出一块玉佩 放在我的手心 那这便是信物 我低头一看 眼神墨地凝住 而后 有些颤声地问道 你 你怎么会有这个玉佩 沈云易将我的手指合起 紧紧包裹着那块玉佩 这是我阿娘留给我的 原先是一对 只是还有一块 被我不小心弄丢了 手心的玉佩 像是一团火焰 不停地灼烧着我 我用力地握着 避开了沈云易灼热的双眸 眼神冰冷地从沈府离去 父皇生前留给我的黑甲位 我只在皇兄夺位那年召唤过 思索了一会儿 我还是不放心 再次召出十名黑甲位 让其偷偷随沈云易入西南 紧随其身后 一旦有意外发生 立马出手 安排好一切后 我这才看向手中的玉佩 想起了消夺 我记得我问过她 那玉佩是谁的 她亲口告诉我 那是她的 我招来侍卫 吩咐到 去官道上截着 将消夺给本宫押来 消夺还未押来 府丁来报 公主 外头有个女子带着个孩子 正跪在公主府门口 我心下冷笑 我还未上门讨仇 一个个倒是先送上门来了 也好 那就一次性将前世 这笔糊涂账算得干净 荷叶 娶我鞭子来 是 消夺藏在外头的女子 名叫雏鸟 此刻 她正牵着一名半大的孩子 一手勾着鬓发叙叙而来 见到我 她弯着身子 柔弱无骨地跪坐在地 抬起一双楚楚可怜的双眸 荷叶双手置于身前 居高临下地问她 你是何人 竟敢在公主府门口闹事 奴 奴家是萧大人的人 公主恕罪 奴家并无意冒犯天洁危言 只是求公主给奴家和孩儿一条生路 求公主仁慈 奴家不求名分 只盼能与公主一同侍奉萧郎 说着 她推了一把身边的孩子 那孩子顺势跪了下来 哭着道 公主娘娘 依儿求求您 将爹爹还给奴儿和娘亲吧 奴儿和娘亲到处找不到爹爹 求公主娘娘将爹爹还给奴儿 我呸 你娘俩在这放什么屁 荷叶插起腰 双眉倒挂着 她可是我母后身边的大宫女 带出来的人 我瞧着姑娘您梳着的还是龟中头 想来还是个云阴未嫁的人 线下去带着个半大的孩子 到处找爹 聘责为妻 奔责为妾 无眉即合修于人道 也不知是哪家没礼数的人家 竟交出姑娘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子 再者 现如今 我们家公主与萧大人毫无干系 经中人人皆知 那萧大人是我家公主不要的 何来什么共同侍奉 你在外头那一闹僵 我家公主的情欲置于何地 你当真以为旁人能怜你弱小 你便能有计可乘 雏鸟咬着唇 泪眼朦胧 不是的 奴不贪心 奴只是想要一个萧郎 奴与萧郎才是真心相许的 公主何苦不放呢 我敲打下鞭子 笑了笑 好一个真心相许 雏鸟 让我猜猜 早前萧朵是不是跟你承诺过 等她驸马之位坐稳了 便将你正视那位妾室 可前几日的事一发生 萧朵便再也没回过你的居所 所以你急了 认为是我故意欲据还迎 将她吊着 既如此 倒不如是个弱 反正传闻中 长公主是个宽厚之人 必定不会为难于你以及 一个小孩 我瞥了一眼她的孩子 一股厌恶感从心底涌上来 我慢慢地走近她 摸了摸她的脸 然后将手移到她的脖梗处 用力地掐住 不要 赵清如 你个贱妇 敢动我孩 我看着眼前孩子 逐渐憋红的脸庞 又冷冷地逆了一眼 被荷叶死死按住的雏鸟 直呼本宫明慧 还敢辱骂皇族中人 给本宫长嘴 啊 不 雏鸟尖叫了起来 右边脸颊高高地肿起 晚晚 你在做什么 跟着侍卫进来的消夺 看见我手中的动作 立声呵斥着 上前几步便抢走了孩子 我直起身拍了拍手 看她将孩子抱在怀里 心疼地拍着 一阵无趣 过了会儿 她似是才想起什么 猛然将孩子扔给了雏鸟 朝我走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她毕竟还是孩子 我喝了口茶润喉 指示着她 哦 与我合肝 晚晚 跪下 消夺神色一正 却还是听话地跪了下去 我展开鞭子 抬起她的下颌 指示着她的眼睛 我最后问你一遍 七年前 你拿在手里的那块玉佩 是谁的 她面色紧绷 眼睛颤动着 声音平静 是 我的 你撒谎 我站起身 狠狠地将鞭子抽在她背上 消夺闷哼一声 向前扑去 一手紧紧扣着桌脚 她脸色苍白地转过头 死死地盯着我 是我的 就是我的 还嘴硬 啪又是一鞭 消狼 跌跌 雏鸟跪地爬了过来 想挡在她身前 消夺立声道 滚 滚啊 她像疯了一样 吸行几步 抓住我的鞭子 继续打 打到你出气为止 为什么 不过不过是快玉佩 我与你七年的相处 都比不上快玉佩吗 若不是那快玉佩 你以为你消夺何德何能 所以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喜欢过我 是不是 你不过是在施舍 施舍你的怜悯和同情 你不过是 像在路边捡了一条狗一样 高兴时就逗弄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何会与雏鸟 与她 我打断她 够了 那玉佩 是你在何处捡来的 肖朵扯着嘴角笑了笑 自知无望地打道 普花四 我扬起手 鞭子又一次重重地打在她身上 将她的巢符打得稀碎 血迹渗了出来 一共三鞭 我已利盡 却不解恨 我命人将她一家扔出公主服 我两只手不停地磨着两块玉佩 看起来近乎一模一样的两块玉佩 其实仔细看去 在雕刻上还有着些许区别 而这个区别 刚好能将这对玉佩分开 就像是一块是女子佩戴 另一块是男子佩戴 不知为何 我想现在就见到沈云易 可心难水患严重 我不能过去添乱 使她分心 心烦意乱时 我又想到另一人 阿七呢 何夜 她说家里有人病了 跟奴婢告了假 说回去几天 我摆了白手 也没放在心上 过了大半月 我算了算时间 前世大约是这几日 我便听说沈云易的事 如今黑甲卫都没传来什么坏消息 想来应当不会出什么意外 沈云易回京复命那日 我悬了好久的心才放了下来 我拿着手里的两块玉佩 想了想又藏了起来 她不是说回来后 还有事相求吗 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所为何事 到了夜里 一阵杂乱的喊叫声响起 沈云快步走了过来 气呼呼道 公主 阿七她回来了 她还把昨日刚来的那个男宠给打了 公主 你说她一个小小的男宠 怎的气性如此大 您可得好好训斥训斥 这样善度可不行 公主的后院要以何为贵 就算男宠多了 阿七也是头一个 那位分也是不一样的 何至于这般小心眼 何叶住了嘴 同我一样 有些惊诧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阿七提着一把剑 将眼前的男人手脚 都戳出了几个血洞 那些血剑 在她素白的衣板上 还有几地落在她如月色般的面容上 转过头的那一傻 提着剑的阿七 像是一个月下的妖颈 她拖着剑 缓缓地走了过来 像是累极了 低着头如一只大拳 委屈道 公主 阿七很是想你 我皱着眉 你将她 她怎么说 也是我公主府上的人 没有我的命令 谁允许你随意动的 她说 她用手摸了公主的裙子 脏手就该砍了 还有那双眼睛 也要挖去 说到一半 她抬头飞速地看了我一眼 小心道 阿七错了 公主 我去洗干净 给公主好不好 哪怕 公主不取也成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但同为男宠 我也不知为何 就能独对她心软 看了一眼被她打得 倒在地上的另一个男宠 我只吩咐 让人请大夫医治了 送出府去 也不知是不是看错了 阿七见我这样安排 嘴角勾出一抹笑 像是赢了什么一般 走到一半 我停下脚步 突然转身 不对 你方才拿剑砍人的样子 看着可不像是胆小的人 阿七的神色肉眼可见得顿住 她想了想 用手手指头一松 手中的箭框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而后无辜道 好重 没有力气了 现在想想 真是有些后怕 过了好一会儿 我的房门被敲响 公主 阿七把自己洗干净了 我打开门一看 她站在夜风中 一双耳朵烧得火红 我的手有些凉 伸出了手指 在她耳间轻轻地点了点 她便像受惊的兽类一样 捶着一双翻滚的眸 看向我 我笑道 第一次自见枕席 这么害羞 你会吗 她抬起手 将我的手贴在面上 声音嘶哑 公主可以试试 我用手指磨了磨她如鱼般的脸 就这么无名无姓 无名无分地跟着我一辈子 也愿意 愿意 可我到底还是对男人有了防备之心 我总想着 她又想在我身上得到些什么呢 会不会某一日夜厌倦了 偷偷背着我找其他人 拍了拍她的脸 我退一步 容我再想想 夜禅扰人清梦 树影之夜晃悠 门外的人站了一会儿 便走了 第二日一早 我便进了宫 顺便手里揣着两个玉佩 看见沈云一时 她全须全已地站着 除了比一月前瘦了些 我盯着她看了半天 将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她才开口问 公主 可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心里开心着 懒得理她 皇兄问我 你府里那个男宠 连阵送去的人都敢打 你也不管管 她促性是大了些 皇兄你以后 可别再往我府里送人了 省得闹得 我家宅不宁的 沈云一难得语速 极快地接了句 公主说得有理 皇兄健壮 阴沉沉地冷笑了两声 出了宫 我掏出那两块玉佩 都还给了她 另一块是在普华寺捡到的 凤圆兵变时 我被人藏在普华寺 是你吗 不同于我此刻浮动的心境 沈云一平静如常 嗯 那你怎么 怎么没说呢 过了许久 我以为她不会回话时 她轻叹道 婉婉公主 有些事既已成了习惯 何须刺刺言明呢 我生硬地转了话题 你说回来后 有事要求我 是什么事 沈云一又默默让出一块玉佩 交到我手中 先抵押着 我还没想好怎么说 我暗地里胡言乱语着 什么大事这么不好开口 难不成你也想来当我男宠 乍一想到这个可能 我竟认真的思考了起来 一个像山中金怪般貌美可人 一个如松如竹般金贵清冷 我扎了扎嘴 貌似好像哪个都不好舍弃啊 这个念头跟着我一路 越到府上念头越强烈 我叫来何页 贾义问道 你觉得 要是将阿七和沈云一放在一块 他俩会打起来不 何页有些懵懂地看着我 放在一起做什么 想想也不可能 他俩一个性子虽焦 却分外不容忍 一个性子冷清 不容忍侵犯 怎么看 也不像能相处在一起的性子 从七岁那年喜欢的人 到十五岁被无情地拒绝 注释成我心头的一根刺 哪怕沈云一偶尔示好 我还是没能对他假以此色 但人呢 总是会反反复复爱上同样的东西 俗称就是 朽木不可凋液 在阿七日复一日的勾引下 我属实难以把控住自己 就在今夜里 我的手指像撩火似的 从他的鼻尖往下滑去 素白指尖行到最后 他猛然抓住 细密的汗水从额头滑落 声音暗雅难辨 公主 晚晚公主 听见这几个字 我的脑子瞬间白忙了一片 晚晚公主 我的手指停在原地 脑子里千回百转 像见鬼一样盯着他看 不能够吧 此刻 他的脸颊耳间乃至胸膛 都犯着令人遐想的红 见我停了手 难受地挪了过来 轻轻地蹭着 我试探着叫道 云一哥哥 一声压抑的应答 从他嘴边一出 嗯 你有病啊 我抬起脚 一脚就将他踹下床 然后像被人烧了屁股一般 光着脚在床上暴跳如雷 沈云一 你要不要脸的 你你你你你 我指着他 脑子里是娇媚的阿七 和清冷的沈云一在打架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被踹下床的沈云一 这会斯文地站了起来 理了理衣服 虽是阿七的身子 但他的神色 却已然是沈云一的神色 怎么看怎么违和 他倒是有理 公主喜好美色 臣也就只剩下这一样 能引诱公主了 我气急了 指着他 你敢戏弄我 我让我皇兄斩了你 而后 又想到 他不正是皇兄送过来的吗 所以 皇兄是知情的 你给我滚 沈云一凑了过来 不走 公主已经将臣看光了 得负责 我冷笑了一声 这便是你打的主意 扶平子贵 他垂着头 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公主不喜欢臣的身子吗 臣为了能伺候好公主 令人搜寻了好多书 学了许多手段 公主真的不试试吗 我一张脸憋得张红 无耻 他突然轻声过来 温热地吻 轻轻地印在了我的额尖 然后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晚晚公主 是沉错了 不要生气 好不好 我硬声道 不可以 不生气 我又闷着气 上手在他脸上 倒腾来倒腾去 发现竟找不着 人皮面具的缝隙 都这样了 你还打算顶着这张 不知道哪儿捡来的脸 他静默了半上 道 这是我原本的脸 我呼吸凝住 为何 沈云一扯着嘴角笑了笑 只有公主会爱我的脸 旁人看到这张脸 那些目光让我恶心 我这才想起 第一次碰见他时 是在一次宴席上 沈云一当时 他当时差点被沈家 送给一位大人 是我跟皇兄就吓了他 可我又想起 15岁那年 他在沈家墙头 让他娶我 却被告知 他有心上人的时候 你骗我 你总是喜欢骗我 不会了 不会骗你了 我若是在骗你 我便下18层地狱 若是在骗你 我就出门被马车撞死 走路被石头砸死 抬脚被门槛半死 我此时还不知晓 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也不知晓 他当日能说 洞黄兄将他送来公主府 是吃了绝命的毒药 那解药牢牢握在 我皇兄手里 可以说 他将命交给了赵家 那夜之后 我在外头遇见沈云一 都是绕道而走的 他健壮 总是愣在原地苦不堪言 他甚至拿着玉佩 说我还欠着他一事 我拉着脸问他什么事 他这才懦懦道 想请公主 原谅成当日的拒婚之举 他向我解释 当初拒婚是因为 凤原之变 他入了敌人的圈套身中剧毒 当时约莫 只剩下半月好活 就因为这样可笑的理由 前世今生两辈子的青梅竹马之一 都险些走到末路 不觉得可惜吗 他说他有悔 可他不敢同当时 被我宠爱的消夺争 哪怕他爬上在高位 他都配不上公主的喜爱 更何况 公主已经不爱他了呢 偶尔他还会撕了面具 换做阿七 求得一两次入公主府的机会 总说着 要给我看看他学来的那些手段 我的贴身婢女和叶 也知晓了 阿七便是沈云一的事 那日他跨着一个包袱 跨着个脸来找我 公主 我得罪了公主府的未来主公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我还说他善妒 说他是生不出蛋的老母鸡 我还说他给男宠戒丢脸 公主 不如您现在就杀了我吧 哇呜呜 太可怕了 阿七怎么会是首府大人 你说他 他是不是有什么毛 呜呜 太吓人了 我的嘴角抽了抽 有些无奈的开口 何叶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 什么生不出蛋的老母鸡 这这这 沈云一没当下灭口 当真是幸运极了 我揉了揉何叶圆嘟嘟的脸 笑道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有本公主在 沈云一不敢拿你怎么样 这时 门外的府丁来报 公主 首府大人又命人送东西来了 何叶擦了擦眼泪 仰着头成心的建议道 公主 您什么时候收了首府大人呢 何叶想想 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夜里时 让他变回阿七那模样 能把您迷得五魂八素的 白日里 他又是那端方雅 正向高领之花的首府大人 您要的他都有 当真 当真是不错 他的声音在我的注视下越来越弱 虽然他说的很是不错 但 我站起身 一身傲气的看向门外 哼道 本公主可还没原谅他呢 夏日过后 微凉的秋风拂过枝头 速速作响的树叶 树影重重叠叠的在地面摇晃 迎着凉风 从门外走来一人 身姿骆驼挺拔 狼艳独角 如峭壁开出的松竹 令人不可高攀 当然 如果他能闭嘴 就更美好了 公主 今日送的李世辰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